Dermal Hydra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 Dermal Hydra TTT 之前我剛剛從台灣回來 在台灣也做了這個 Dermal Hydra Launching 他們在台灣不叫Dermal Hydra 他們名字很特別叫 代美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 產品非常簡單 如果我們看它的名字 就已經知道這個產品的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這個產品的主要功能 Dermal,Dermal是什麼?皮膚 Hydra是什麼? Hydra就是水分 所以Dermal Hydra皮膚水分 主要的功能 就是要把我們 皮膚流失的水分 再重新補回我們的皮膚 所以Dermal Hydra的產品 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補水 非常簡單 所以,每個人都想要有透亮的肌膚 但是,沒有辦法得到 完美透亮的肌膚的原因是什麼?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缺水 OK? 皮膚缺水 當然是皮膚乾 皮膚不亮 皮膚不美 是因為什麼? 缺水 所以,缺水 常常引起的皮膚問題 有什麼?我們都會看一下 OK 所以,基本上 缺水跟皮膚乾燥 會有的問題是什麼? 皮膚癢 所以,基本上 皮膚癢的地方 不是臉 臉比較少 但是我們通常 如果去那些 比較冷的國家 冬天的國家 可能你去了兩三天過後 你會覺得 我的手會癢癢癢這樣 我的腳會癢癢這樣 為什麼?因為 我們的皮膚水分被 吸走了 皮膚變乾 所以,變得比較癢 光會有皮膚緊咯? 皮膚變緊 在臉啊 如果我們去 乾的國家 冷的國家 覺得臉好像很乾這樣子的 特別平時沒有細紋的地方 會看到細紋 皮膚會緊 為什麼? 缺水 OK? 所以,皮膚看起來 感覺很粗糙這樣子 變到比較敏感 如果是皮膚癢的話 我們只要去搓 不過就是 皮膚會變到敏感 皮膚會一直去彈性咯 當然可能 導致嚴重的 有些會脫皮啊 特別是在這些地方 只要會有 有自動性 有罵嘴咯 過後會有洗嘴巴的地方啊 這些地方會比較乾 因為刷牙的時候 會感覺到 刷過牙 過過這裡會比較乾 所以這個地方 會時常脫皮 油症之類的脫皮 是因為什麼缺水的問題 所以我們再看看一下 缺水 會導致打發 養精膚啊 這些問題都是缺水的問題啊 皮膚會掉落啊 可以脫皮啊 敏感啊 然後過後 變得暗沉 沒有光澤 變得粗糙 這個地方就很像 尤其在 這些地方 比較乾 腳下面這裡啊 會感覺很像 有些魚鱗這樣子 像蛇的皮這樣子 那些鱗片這樣子 是因為太過乾導致的 所以這些都是皮膚乾燥 導致的問題咯 所以 為什麼皮膚會缺水 皮膚缺水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東西是我們沒有辦法 避免的 太陽陽光 所以我們長時間 暴曬在太陽底下 會導致我們皮膚嚴重缺水 很多人講 我早上去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下到太陽 然後我下班的時候 太陽已經下山了 所以在office裡面 也不用被暴曬的太陽嘛 但是咯 不管你在哪裡啊 只要有燈的地方 你在office裡 有鏡子也好 有陽光能照射進來的地方 紙外線就能通過 所以它還是同樣會到 對我們的皮膚造成缺水的問題 當然 每個地方有 曬到太陽 在馬來西亞這些熱帶國家 很熱嘛每天 很熱的話要是什麼 開冷氣 開空調 所以咯 基本上我們 我們可以說是24小時的活在 在冷氣的情況之下對不對 蛤 你知道那邊很熱 從家裡一出門 一開車 一start你的engine要做什麼 開空調 是不是給它冷點先嘛 回到 你去到 從家之後 去到office office 辦公室 是不是aircon呢 aircon 然後你有時候 像我去吃飯在shopping wall weekend去shopping 在shopping wall裡面也是aircon 回到家要睡覺時間開aircon先 所以基本上我們24小時都是在aircon的那個情況之下對不對 所以aircon其實是很恐怖的 它吸水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拿一杯水 你放在你的床旁邊 你開aircon的地方 兩三天後你看那個水會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它會乾掉 整杯水都乾掉 就像你看 如果那杯 那杯水你放在那裡 那水會被aircon吸乾的話 我們的皮膚也是會被 皮膚的水分也是會被aircon吸乾掉 所以aircon ok 第三次 用很多寒高化學物質的產品 很多人喜歡要美要白 特別是女孩子 要覺得要變白 要不快變白的話 他們就買很多那些護膚品質 可以講 我們sunday可以給你變白 我們機酒多酒可以變白 這些產品如果有那麼快的效果 讓你變白的話 裡面肯定有一些化學物品 會導致我們皮膚乾燥的 有很多的像外面的那些洗臉刷 他們用比較便宜的那些 chemical去製造泡沫的這些 也會導致我們皮膚乾燥 所以很多這些我們用的 skin care 裡面的化學物質 也會導致我們的皮膚變乾燥 再加上另一個水分攝取不足 喝不夠水 現在我們每天都在aircon 感覺很像 欸 我都不想喝水這樣是不是 特別是女孩子 女孩子啊 出去到外面啊 她們覺得她們 可以避免的話 就避免喝水 為什麼 因為喝了水過要上廁所嗎 在外面的話 是不是可能 你去到這些 shopping wall 還好啊 如果你去到外面的 restaurant 有時他們的廁所不是很乾淨 所以你喝了水 你要上廁所覺得不能 你孩子不可以這樣 你孩子不可以這樣 來 隨便就是上廁所嗎 路邊也可以 在樹下面也可以嗎 你孩子不能嗎 是不是 所以避免喝水是為什麼 避免要去上廁所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身體有70%是水 皮膚64%是水 所以如果喝過水 會直接導致我們的皮膚水分不足 皮膚缺水的問題 OK 所以因此最保持皮膚足夠的水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簡單 每個人都要水嫩的皮膚 但是它的關鍵在於什麼 其實非常簡單 一點都不複雜 只要我們選對 正確的護膚產品 可以把水分重新的 打入我們的皮膚 重新的深入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皮膚就可以像水嫩嫩 這樣子亮亮的皮膚 非常簡單 選對 OK 產品 選對 Skincare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要有美麗的皮膚 要有健康的皮膚 它是從哪裡開始 我們的皮膚的第一房間 就是我們的皮膚的水屏障 什麼是水屏障 我來看一下 OK 基本上我們的 表直層 如果有這個不健康的保水屏障 保水屏障啊 就是這裡 對 保水屏障是我們的皮膚第一層 就是我們的腳直層 腳直層 腳直層基本上 不健康的腳直層 它有這些 屎皮 它是這樣子彎彎去去的 但在屎皮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形狀 彎彎去去的形狀 它像一個油 一個錫 這樣子的形狀 我們的水分是非常容易被吸走的 非常容易被流失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裡的細緣非常大 水分很容易被吸走 當我們皮膚爆在太陽底下 導致我們的腳直層變成這樣子 過後我們的水分就會流失 OK 因為它的持續非常風暗 沒有排個整齊 所以水分容易在肌膚的細胞的細緣中 被蒸發掉 這個是不健康的皮膚 有不健康的保水屏障 OK 我們看一下 健康的皮膚它應該是這樣子的 健康的皮膚 它應該有健康的保水屏障 什麼是健康的保水屏障 它一定要排列整齊 所以我們的皮膚的細胞 一定要這樣子排列的整整齊 當每一個皮膚的細胞排列整齊時 水分沒有那麼容易被吸收 水分沒有那麼容易被蒸發的話 它很容易被鎖著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以保持我們皮膚的水分 被鎖在裡面 所以我們皮膚的滋潤的保濕的效果 會比較持久一點 所以全部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皮膚的 保水屏障 出現了問題 OK 所以要保持我們皮膚有四個主要因素 第一一定要補充充分的保濕成分 一定要補水 外面如果你說到很多 skin care 很多的 mask 全部都在說一個東西 就是保水補水保濕 對嗎 所以第一就是要補充我們皮膚的保濕成分 第二我們要維持我們皮膚正常的酸鹼性 或者是 pH 第三我們要保持我們皮膚的功能正常 第四我們要增強我們皮膚的保濕系統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Therbo Hydra 它是專對這四個我所強調的這四個東西 來製造而設定製造而成的 OK 所以今天Therbo Hydra有四個特點 第一個它有三個重點成分 三個毒的成分 三重功效 第一是保濕 第二是修復 第三是換活 而且每一個成分都有專利跟注射上 還有每一個ingredient我們用的 每一個成分我們用的都是通過測試跟臨床實驗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毒的成分 就是我們的Giammanila Kirata 叫環形解釋荷藻萃取 荷藻 環形解釋藻萃取 它是一種荷藻 OK 所以這個荷藻 它有什麼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含所有荷藻中最高的營養價值 還有豐富的礦物質來源 到底是否東西在裡面那麼厲害 可以給這樣子的保濕效果 就是它這個荷藻 荷藻 蠔藻 它有的功效是非常強大 而且還有豐富的保濕成分 它基本上這個荷藻是不是 它的顏色看起來像金色 其實它是有點chocolate chocolate色這樣子的 我們從來拿來的是這個 它只有在這個韓館 韓館是在東北海道的一個城市 它附近的海運發生了一種褐色的海藻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Hokotate 对它生长的地方都是在围绕着Hokotate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荷藻呢 这个荷藻呢 平时都是被海水掩盖着的 但是战潮跟退潮 战潮的时候被海水掩盖着 退潮的时候 它就已经 在那个海淋面上下面被什么 太阳直接照射 所以当退潮的时候 没有海水的保护 它会直接受到太阳紫外线的清洗 然后 太阳照射就像皮肤一样 任何东西的水分都会被带阳 吸干嘛 对不对 刚刚我说的 太阳会把我们的水分吸走 所以 同样的 它会把这个荷藻的水分吸走 但是这个荷藻非常厉害 它里面有个成分叫Fukoidan 这个荷藻糖胶 它可以把它的水分吸着 不要给这个太阳吸走 所以为了它保护自己 它原本都有这个 natural的那个protective mechanism 它要保护 不要把 保护它自己 不要给太阳吸走它的水 它有这个Fukoidan荷藻糖胶 缩着它的水 不要给太阳吸走 所以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OK 所以它的这个荷藻糖胶跟其他的海藻的荷藻糖胶的分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 它是非常的粘稠的 这个其他的这些荷藻 它是非常的稀的 不过比较起来 这个就是像很 它比较motory 比较有水 这样子 这个是很像江湖 这样子很glue的 所以它是全部的那些荷藻里面还有最高的荷藻糖胶的一个产品 OK 它这个incredient是在全部荷藻里面最高的 所以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可以把我们的水分深深地打入我们的皮肤的深层 然后把它锁着 所以你看啊 当我们在涂抹这个skin care的时候 是不是 它的水分可以直接深层深透皮肤 就很像打针这样子 基本上你在做涂抹动作的时候 就像是在把那个水分打针 打进我们的皮肤的细胞下面 可以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把那个 它把 这个incredient深深地 打入我们的皮肤 再把它锁起来 可以我们的皮肤细胞时刻可以保持着水润的脑板 OK 所以第二个成分 第二个成分是什么 Siretokurasu的deep sea water 自床罗就生成水 OK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 我看下 它是从这个 Russia 在Russia 俄罗斯 这个在这里我们所测取到的这个深层水 它不是从这里来 它是从这个俄罗斯的一个阿摩河河 阿摩河河 慢慢的流到像这个Siretoku 所以我们从这里摄取我们的这个深层水 所以它是由UNESCO 这个UNESCO是属于日本的这个世界遗产的地点之一 UNESCO OK 然后它还有大量的跨物是它可以补充我们肌肤的天然宝石因子 或者是说 NMF 什么是NNF OK 在比方我讲NNF之前 OK 这水 可能你会觉得 诶 海水 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有污染 千万不用担心 它不是拿这个Botixson方面的海水 也不是拿那个马轮甲方面的海水 它是拿这个Siretoku的海水 为什么这些海水也特别干净 因为如果不干净的话 这个Sea Angel 这个Sea Angel 这个海天使 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长 海天使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一种维生物 如果这个海水是有污染的话 如果这个海水的框是不高的话 不干净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非常脆弱 要是如果这个维生物可以生存在这个地方的话 证明这个地方是完全不受污染 而且非常非常高的矿物质 它才可以生存 OK 所以刚刚我说的NNF 叫做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 这个自然天然的保湿因子 我们的皮肤基本上 它有自己的能力去补水跟锁水 但是可能平时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用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给到这些 我们皮肤要的那些ingredients 这些材料 去做它原本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功能 但是 这个Shiratoku 绕树的Deep Sea Water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调节 它含有非常高的克风酸 可以在我们的细胞内 结合水分跟水分结合 然后帮助细胞的水分 可以渗透着每一颗细胞 所以它功能是这样子 当我们在用了这个Shiratoku 绕树的Deep Sea Water 过后 这个自传罗旧的生存水分后 在我们的皮肤 它有一个原本的能力 去恢复我们皮肤的水分 当我们没有发现的时候 你不用跟它说的 它这个皮肤 它自己会当它不够水分的时候 它就会做什么动作 它就会把中围的水吸进去 我们的皮肤细胞里面 吸进去皮肤细胞里面 它会吸揉索着 吸揉索着 它一不够它一干它就吸 它一不够它一干它就吸 你不用跟它说它自己会做 只要它有足够的这些矿物酸 这些矿物酸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跟水结合 所以它的功能是 帮我们自己去 用我们的皮肤原本的能力去把水吸进我们的皮肤细胞里面 非常厉害的颜色 所以这个皮肤细胞可以形成良好的形状跟排列的整齐 然后强化保湿作用并锁着水分 你看啊 今天跟我说皮肤细胞 皮肤细胞它基本上之间都有这个空隙 它的空隙 所以它有空隙 它的空隙圆的时候是不是 我们看这个细胞啊 细胞跟细胞之间 细胞跟细胞之间 它有一个空隙 当这个空隙大的时候 它的那个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水分会比较容易流失 当用了这个奇连多固螺素化的时候 它可以把细胞跟细胞中间的距离变小 所以当我们细胞跟细胞中间的距离变小 变小变小的时候水分会比较难蒸发 水分会比较难流失 所以它的空隙是可以帮我们 当我们注入水分之后 把它锁着 所以水分不容易流失 所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湿效果 所以这个我们的直胖 罗旧深层水 是有这个DVC Water这个注射商标 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装立黑曲莓果糖 英文叫Nigerian Olycosaccharine 这个东西是从来来的 是从一个Nigerian Bacterium 它发射而成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皮肤 它有好的细菌 跟不好的细菌 所以如果我们的好细菌多的话 我们的皮肤可以维持在4.5 比较4.5到5.5的水平 但我们的皮肤是在4.5 跟5.5的这个酸减脂的话 我们的皮肤的水分是可以维持在非常好的 OK 然后我们的皮肤有这个坏细菌 这个坏细菌呢 它基本上是生长在皮肤干燥的皮肤 就是PH6到7的皮肤 但我们的皮肤的酸减脂 比较偏向碱性的话 这个细菌就非常多 这个坏的细菌 OK 所以基本上啊 这个坏的细菌的生长速度 是比好细菌快三倍 坏的通常都比较快的 对不对 现在如果在背处 你看到那些比较不好的新闻 通常它白热到比较快吧 对不对 细菌也是一样的 所以坏细菌会比好的细菌 生长快三倍 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这个 在正常的情况下 好细菌跟坏细菌 在经过24小时的培养过后 这个好的细菌只有43个均多 这个坏的细菌已经去到145个均多 所以它的速度是快过 坏的细菌是长速度 是快过好的细菌三倍的 OK 当我们再用了这个 这个专利的黑取莓瓦糖过后 我们看一下 好细菌在之前是57% 坏的细菌在用之前是43% 当我们做了这个24小时的这个 培养过后 24小时过后 好细菌已经变去74% 坏的细菌是26%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我们在日本研究所说 拿到了临床实验报告 所以当我们皮肤的好细菌 多过坏细菌的话 我们皮肤的pH 会维持在4.5个5.5 这样子的话 pH在4.5个5.5的话 我们皮肤的水分会非常的高 所以坏细菌也非常的 比较难生长在pH 比较4.5 偏酸性的5.5的皮肤 表皮上面 所以坏细菌如果没有那么容易生长 在我们的皮肤上面的话 我们的皮肤pH4.5个5.5的话 我们的水分会非常的好 也不容易得到这些皮肤敏感的问题 在elzema 有皮肤敏感的问题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这些坏细菌而导致的 ok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 在2013年拿到这个 抓地的黑取莓管汤 然后主要 Demiru 三个东西 第一保湿 第二修复 第三换活 ok 所以我们在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做一个 准备一下 ok 第一个跟他们说 如果我们肌肤缺水的话 是为什么 因为它干燥 导致我们表皮的那个排列 那个饱水平脏 排列到不整齐 所以皮肤会流失水分 所以我们用D保湿 就是用我们的第一个成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荷藻 里面的这个荷藻糖胶 它可以把那个水分注入我们的皮肤 你在涂抹的同时 它把水分深深地打入我们的皮肤里面 第二 在通过这个疾伤和旧的生成水 它可以把我们皮肤跟皮肤中间的细缘 细胞跟细胞中间的细缘 变成比较 它的空隙比较小 它的空隙比较小的时候 水分才能很有效的被锁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所以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锁水功能 再加上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抓力的黑菲莓果糖 可以把我们皮肤的pH保湿在4.5跟5.5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pH在4.5跟5.5 皮肤的保湿的那个效果跟状况会非常好 坏的细菌就那么容易滋长在这个pH4.5跟5.5的皮肤上面 OK 所以这些功能都可以主要的换活 提高我们的细胞更新 换活我们的皮肤的保水平上 强化我们的皮肤对外的抵抗力 OK 所以 这些是我们做的临床实验跟测试 所以98%的人体验到皮肤更加水润 98%体验到皮肤更加的柔滑 95%感觉到皮肤的整体状况有时候改善 我们是做在大概是20位20岁到65岁的女性跟男性 在两个月的评估效果 OK 所以基本上还有通过一个24小时的锁水的测试 这锁水的测试是怎样的 刚刚我们在说的保湿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在用之前跟用之后 马上的这个水分的那个锁水能力 已经来到620% 就是说当我们在用之前是100% 用之后马上变成620% 之后在6个小时后它降到258% 在18小时后降到139% 甚至在24小时后它还可以维持在114%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来拿到的 日本研究所所给的一个临床实验的 所以锁水功能在用之前跟用之后 在用之后 在用之后 even though after24小时 它的那个水分还高过用之前 OK 所以我们有这个我们的cleanser cleanser它是非常多的cleanser 它里面有这个amino acid 可以帮助我们很不合的解禁我们的皮肤 然后我们有我们这个miss 这个hiredin mix 这个喷雾 所以它是toner 很像miss的toner 所以我们可以喷在脸上 然后当作这个toner的效果 配复我们的pkg logo 可以我们的皮肤变得水耳跟止久了 很好的非常高效的保湿效果 所以如果说有些女孩子她们化妆的话 这个可以帮忙定妆 你化了妆够 在上面喷一层这个盆 可以帮这里定妆 你的妆会那么快揉 OK 有的话有我们这个day cream 这是我们的productive food 是早上用的 它可以锁水24小时 它里面有一个成分 是从macadamia的那个oil拿出来的 macadamia就是我们这个坚果 坚果的种子的油 所以它的分子是跟我们皮肤的这个分子 皮肤释放出的这个 这个moisture的那个分子一样 皮肤的那个油脂非常的相似 所以在涂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吸收 还有我们的这个部分听说 就是我们的calming cream 那个night cream night cream它也可以有这个 24小时的这个锁水成分 然后它基本上是用一个 橄榄油来做的 跟我们皮肤的那个油脂 是非常相似 而且涂了过它的感觉 它的texture 是非常清爽不油腻的 OK 所以 三个简单不做 我们用plancer miss 然后 day cream 或者 night cream 所以如果是早上的话 就是用了cleanser 用miss 然后用day cream 然后记得要放sunblock 然后晚上的话 就是用cleanser miss 然后 night cream 那个calming cream 然后如果要那个calming cream 就是我们的night cream 可以更快的吸收的话 我们可以用eb 但我们涂了这个night cream roll 再用eb给它更快的吸收 如果实在说 如果特别的护理的话 我们可以用cleanser 然后用deep care comb 把死皮去掉 过后我们再用massage cream 用eb 过后再用hydrating mist 或者day cream 然后go night cream OK so 基本上这是我们做的临床实验 非常多的临床实验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 这个moisture test 基本上在短短的15秒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皮肤的水分 可以增加30到40个percent 有些可能20 但是很多的效果都是increase 大概30到40% 在15秒之内 所以在before 我们在用这个protective fluid 就是day cream之前 我们先拿这个moisture test pand test在手上 过后 拿它的那个reading 过后再发protective fluid 我们做一个15秒的这个涂抹的动作 过后再test回去 它可以increase我们的moisture 大概30% 到40% OK 这些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刚一个教授在做这个test 他看的他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的手在测试前是27% 过后再测试过后 马上增加去57% 他的眼睛都大亮 为什么这个skincare那么厉害 那么有效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moisture test 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个closing的动作 在顾客面前 你说多了他不相信 你马上就在手上 他肯定相信 OK 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我们新的 非常非常powerful的Dermal Hydro 产品的分享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video 去学习 要怎样去把这个产品 更有效的去介绍给我们的顾客 谢谢大家